我祖佛师 国中无量色数 高和百千尤寻 道场数高四百万里 诸菩萨众 虽有善根劣者 也能了知 年老的诸佳上书 有个章 在本经 二十四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四十八愿 第四十愿 这一章有两愿 从也能了知 以上 就是刚才念的这段经文 这一段 是第四十愿 无量色数愿 余见 以下 是第四十一愿 树心佛刹愿 真正了解这个树的功德 树的好处 是在第四十一愿 是在底下这一愿 我们看 念老的诸佳 国中 无量色数 高和百千尤寻 无量色数 指 国中 一切 报数 这是摄的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全是 法信徒 不但我们六道凡夫 即使 是摄法界里面的佛菩萨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 想象 极乐世界 花草树木的壮业 无法想象 更不必用 言语成熟了 说不出来呀 在这个经上 说不出来的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说出了 无法想象的 他也描绘了 一个 大概 让我们 有一些 印象 无量色数 无量色数 数量是无量的 极乐世界 树木花草 无量的 颜色之度 颜色之美 也是 无法形容的 这是植 过中了 一切宝树 为什么是宝树 他这树不是木本的 花不是草本的 那是什么 资料 资料 资料是真宝 完全是信的 自然流露的 什么人 能见到 在我们这个世界 或者讲苏婆世界 一定是 大吃大悟 明心 坚信的人 他见到了 或许 这我们学大臣经 学这么多年 啊 多少啊 有一些心得 为什么 经上明白告诉我们 一切乏 不离自信 而自信 确确实实 是一切法的本体 我们今天 在 六根 六臣 六事上 见不到本性 是因为 是因为 迷失了自信 迷失之后 从自信里 就 变现出一个阿赖也 阿赖也是旺行 这以后 全是阿赖也做主 阿赖也能见相 不能见心 所以我们的能力 只能见相 闻身 阿赖也 阿赖也 这一些 六臣境界 阿 见不到 自信 如果 如果是明心 见心的人 他在 一夜 发声 都见到 自信 极乐世界的书 是自信 变的 那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 世界的书 是不是自信 变的 是的 为什么见不到 你 明失了自信 如果你要是 见心 我们这个地方的书 跟极乐世界的书 这是 无量色素 切薄化成 没有两样 为什么 你一见到他的本体 我们现在见不到 本体是自信变的 能大使 在谭经上 讲得明白 讲得清楚 何其自信 能生万发 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严 自信 变现 我们这个地方 又何尝不是 自信 变现 只是自信 变现之后 我们有个 迪巴士 有个阿赖耶 阿赖耶有能力 把它 变直 变成 是法界 变成六道轮回 就这么会 是 如果我们能 转八十 乘四支 我相信 我们见到 此地 这些花草树 跟西方 和西方极乐世界 无二无别 这在理上应该讲得通 所以佛教教 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明了 阿 阿 阿 你 陀佛 佛 阿 你 陀佛 佛 阿